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 爱喝 来 奇怪 怎么犯着一股护骚啊 妙啊 妙啊 实在是妙啊 来 喝了 这些真的是仙人吗 还是妖怪趁进来做怪 我得查个明白才是 请继续喝 好 好 来 请 来 喝一杯 好 喝啊 请 请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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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喝吧 请喝 来 怎么没有酒了 拿酒 来 拿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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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仙人也会要酒喝呢 大王 仙人之中您有喜好喝酒的 对呀 没人说得对 来 好喝 好喝 请 请 请 来 来 请用 请用 好 来来来 满香 你看 好喝啊 喝啊 好酒啊 喝啊 满香 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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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不还不卸住原型 干了干了 来 喝 喝啊 总之仙人也会醉酒啊 还不是大王的酒好 连仙人也会醉啊 对呀 有道理 还是美人说得对啊 好 继续喝 请喝 好 好 请用 请随意 喝 喝 喝 咖啥 狐狸尾巴都露出来了 看来这些仙人果然是妖怪所变 可恶 这些妖怪居然敢假冒仙人 还让我这堂堂的相爷替他们真净 我一定要想个办法 好好整治他们 好久 哦 哈哈 只要说 只不可以降妖楚慕 你们这些妖精 竟然冒充神仙来迷惑大王 看福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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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会这样啊 那样子给我升起来 诺 大王 怎么回事 好 禀大王 刚才那些不是神仙 都是妖怪 啊 这 荒唐 这国师做法请来的 怎么可能是妖怪呢 灰尘请来的是仙 不可能是妖 不 刚才的那些一定是妖 你这么说 有什么证据 当然有 禀大王 所谓仙人应该是先锋道骨 身上一定要有清香的味道 可是刚才微臣针灸的时候 却闻到他们的身上有一股 胡桑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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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王 人的味觉各有不同 有人觉得香 也有人觉得臭 这怎么能确定 那些就是妖呢 爱妃言之有理 故王刚刚就闻到了一股清香味 可是大王啊 刚刚在九过三巡的时候 我隐隐约约看到他们的样子 开始变 而且他们的狐狸尾巴 一条一条地露出来 狐狸尾巴 娘娘 你应该不是想告诉我 神仙也有狐狸尾巴吗 这仙人当然不会有狐狸尾巴了 不过相爷 你年纪大了 老眼昏慌 是不是你看错了呢 娘娘 微臣绝对不会看错 肯定地说 刚才那些一定是狐妖 不 是仙人 是妖 是仙人 够了 爱妃要父 你们两个不要吵 王刚刚看到那些人 一昧飘飘从天而降 应该是仙人 大王 行了 雅父 我知道你说的有道理 可是现在他们已经走了 王不想再追究 可是大王 好了 雅父 王累了 要回宫休息了 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吧 百驾回宫 诺 百驾回宫 百驾回宫 神仙 老夫才不信 我一定会抓到他们的狐狸尾巴 怎么到现在都没有消息 真是急死我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清清 我的徒子徒孙到底怎么样了 你别哭啊 清清 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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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豹 你来说 他们到底怎么样了 他们 被火烧得太严重 全都死了 什么 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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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笔干还说 他早晚有一天 要把你的火烧得太严重了 他把手里尾巴给挖出来 那当真这么说 可无 必干 我到底是哪里妨碍到你 你要这样对待我 既然如此 咱们 咱们就走着墙 走着墙 这 怎么还没到啊 是啊 这 娘 不要着急 爹一会儿就回来了 好 红尔 红尔回府 好 红尔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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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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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算是回来了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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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爷 夫人 夫人 恭喜侯爷平安归来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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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爹 爹 總之 这是我们微臣应当做的 您 伯爷 伯义考呢 怎么没有跟你一起回来啊 多怪这孩子不听我的话 才会落得如此下场 什么下场啊 你们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 说呀 伯爷考他到底出什么事了 你们告诉我呀 叶爸 这件事情 你早晚都会知道的 我儿 我儿 我儿伯爷考 已经命丧昭歌了 娘 娘 娘姐爱啊 别伤心了娘 他们为什么杀了莫颖考 娘 都是那个昏君 昏妞无道 不变中间 爹 我们应该去讨伐他才对 别人 这 这 呀 你 你 讨伐昏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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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请无冲动 如今昏君当道 民不聊胜 天下百姓受苦 本侯也有心要讨伐那昏君 只是 战端一开 受苦的 还是天下的百姓 爹爹 总不能因为这个 就不去讨伐那个昏君了吧 这样下去 百姓会更加痛苦的 侯爷 以微臣之间 我方应储备实力 养兵蓄锐 待日后 在最短的时间内打伤 这样 我们就可以将伤亡紧至最低 爹 散大夫说得对 孩儿同意散大夫的办法 你们说的也有道理 不过要讨伐昏君 必须要得到能人异室的相助才行 能人异室 爹 这位能人异室 叫什么名字 长什么模样 这位能人异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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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让他们异室 为父 不知道他们的姓名 只知道 他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 年纪大概在七八十岁 七八十岁 只是茫茫人海中 不知道何处去寻觅他 既然如此 爹 海儿这就出发了 无论天涯海角 海儿都要找到那位能人异士 回来帮助我们 好孩子 那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 海儿遵命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平身 主亲有事 速速奏来 大王 路台已经建造好了 还请大王召告天下 令各诸侯来贺 不错 大王 这样才能彰显我国强盛 令各路诸侯不敢再有二心 好 就按你们说的办 诺 诸位庆家还谁有事啊 启禀大王 有关召见诸侯之事 臣认为如此劳师动众 恐怕会有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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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什么 爱妃心痛 是啊 大王 别告诉他 我马上去看他 退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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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王 退朝 典 by典被合他 二遍 Monroe 娘娘 娘娘 你怎么了 心 心好痛 娘娘娘娘 要紧吗 疼 娘娘 疼 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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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开 娘娘 美儿 美儿 大王 好疼 大王 美人 好疼 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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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我不行 好疼 美人 大王 大王 臣妾 臣妾 臣妾要死了 不会啊 美人 来人 宋传御医 大王 没用的 娘娘的病 叫御医来也是医不好的 不是 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丁大王 娘娘得的是 坏心病 坏心病 孤王为什么从来没听说过 大王 娘娘的心 恐怕都已经坏死了 所以 她才会这么痛苦 有没有什么办法医治啊 这 大王 办法倒是有的 只不过 只不过什么 不管用什么办法 一定要救孤王的爱妃 大王 要救娘娘的命 必须替娘娘换心 这很简单吧 马上去找一个人 把她心挖了 给娘娘换上 只是 这是 这是什么 大王 要给娘娘换心 可不能用普通人的心 我们必须 找到一颗七窍玲珑心 七窍玲珑心 什么是七窍玲珑心啊 七窍玲珑心指忠臣之心 谁的官位越大 对大王越忠诚 他的心 就越好 好 这满朝文武 都对孤王忠心耿耿 你说 换谁的心 大王 最为忠诚的 要属亚相 比干吗 比干吗 雅夫 雅夫是孤王的文书 孤王怎么能 怎么能要他的心 大王 要不要救娘娘的命 还请大王 自己决定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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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儿 过来了 美儿 你过来了 美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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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王 天妾福多 自知心明难忘 大王 以后 臣妾不能陪伴在大王左右了 不会的 国王绝不会让你有事的 雷 大王 大王 你不要再安慰臣妾了 以后臣妾不在大王身边 你要 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我绝不会让你死 你不会有事的 来人 在 李干上殿 诺 王公公 大王连下六道玉址 这么急招我上殿 为的是什么事情 相爷 实不相瞒 打起娘娘突然心痛难忍 国师说 一定要吃七窍玲珑心才行啊 七窍玲珑心 什么叫七窍玲珑心啊 七窍玲珑心就是 就是指忠义之臣的心 而且一定要 一定要越 越忠心越好 大王积咒我上殿 为的就是我这颗心 请相爷立即上殿 小人先行告通 所以说 因为一颗心 难道 遇到我 门 常人 难道 人 离开 天哪 这还有天理吗 难怪 难怪 人人一世 一个一个离开 底心 不是天要王爷 是你自己毁了自己啊 我不敢就这么死掉 紫雅他在临走之前 留了符给我 我就用这些符 把第一道符化水喝下 第二道符放在胸口 第三道符放在身上防身 瓦心之后送回符上 千万不要与人言语 紫雅到时会在符上等候 切记 切记 原来紫雅早就计算到 本相会有此劫 特赠此福 让我平安度过此劫 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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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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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千万不要去上殿哪 我们大伙都知道 大王要抛您的心 如今坚定当当 相爷 您这样的忠臣 实在是太少了呀 相爷 您要是有个好歹 我们这昭歌的黎明百姓 怎么办哪 不能去啊 相爷 我们就怎么办哪 怎么办哪 相爷 你们都先起来吧 如果老夫真的被掏了心 以后我就没有心了 不过老夫知道 你们有心 而且都很有心 笔干身为一国的丞相 君命难为 只要大王 需要笔干做什么 笔干都得做 放心吧 不过老夫 老夫不会有事的 相爷 相爷 你不能去啊 相爷 不能去啊 相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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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来 我们不能去啊 相爷 相爷 你千万不能去啊 相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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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去啊 相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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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王 連下六道玉址 讓微臣上殿 不知有何事要相傷 不知有何事要相傷 大王 連下六道玉址 大王 娘娘等着七窍玲珑心呢 爺父啊 古王的愛妃 好像得了壞心病 危在旦夕 現在唯有七窍玲珑心能夠救他 古王想向亞父 借一片七窍玲珑心 來救古王愛妃 雅父不會不答應吧 大王 心者 一身之主 隱於肺內 坐六葉兩耳之中 百毒不清 一輕則死 心者 不正 則手足正 心不正 則手足不正 心為萬物之靈苗 四象變化之根本 今天大王要微臣的心 微臣還能有命嗎 不正 雖說微臣死不足惜 只是社稷 閒能盡絕 今天大王 聽信妖孽之言 有老臣之心 只怕畢竟在 江山在 江山在 畢竟亡 江山 也一定會滅亡 古王只是想跟亞父討一片欺窍玲珑心而已 有必要說得那麼嚴重嗎 你這昏君 說得到輕鬆 你是讓酒色迷昏了頭腦吧 別說要老臣一片心 就是剖腹 老臣的命還能在嗎 君要臣死 臣不死不忠 你向自取為本王最大的忠誠 如今在殿上跟公王如此叫嚣 來人 在 把筆桿拖下去 剖心 相爺 廢物 你們這幫廢物 真的要本王 親自動手嗎 微臣倒想知道大王敢不敢自己 親自動手 大王 大王 豁臣 走 歐斯 要救你 奉召 好嗎 宋人 是 做的 好嗎 你真是无药可救 军要臣死 臣不得不死 列祖列宗在上 向我呈汤百年基业 十七世又三十一往 今天不是必干不忠 这是当今的大王 刚愎自用 重信奸念 听信谗言 受妖孽迷惑 将要断送 承汤几百年基业 昏君 我看你日后 怎么面对先ție 升旧 昏君 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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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financial 是引沮 qui 是你 阿姨 靳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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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里 大王 大王 快点紫心 拿给爱妃扶下 诺 笔干那老家伙终于死了 也总算是了了我的一个心头大恨 是啊 给我们那些徒子徒孙 也算报了仇了 大姐 笔干没有死 什么 什么 公报 笔干没有死 这心不都已经挖出来了吗 怎么会没死呢 他确实没有死 我看到他一声不吭地走出了殿外 大姐 这可怎么办呀 我想这一定又是江子牙的诡计 一定是江子牙施了什么法术给笔干 让他不死 江子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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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江子牙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 没关系 我自有办法 这要是江子牙施了 这要是江子牙施了 大家好 也有都是江子牙施了 先生你出现了 现在他是江子牙施了 那是江子牙施了 什么东西牙施了 他们现在是江子牙施了 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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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弟 兄弟 无心菜 新鲜的无心菜 无心菜 卖无心菜喽 无心菜 无心菜 有没有人要无心菜啊 无心菜 无心菜 什么是无心菜 无心菜当然就是没有心的菜喽 没有心的菜能活吗 菜无心当然能活 因为有人 人又怎么样 有人无心不也一样活着吗 其实啊 人若无心就只有 死路一条 对呀 人若无心活不了 毕竿 你的心脏已经没了 早就该死了 你知道吗 我们 ㅋㅋㅋ 我怎么了 接下来 始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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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恿 始践 次 hasta 果然一切都有丁双 李甘雅乡 还是逃不过此劫 殷上的百王已不圆了 看来我是应该离开这里 到陈堂关 跟武器他们会合了 这么多人哪 小妹呀 阿姐 阿姐 真的好热闹啊 王氏 这么多人在干什么呀 贴告示呢 就是有什么事要照告 或者是有什么在悬赏 悬赏啊 那就是有赏钱了 师父 师父 马姐 王氏 宣长是赵我们的宣长啊 快点把你师母找回来 要不然不知道她又惹什么事了 快去 快去啦 武器 你快去 大娘有我照顾 你赶紧跟着马姐 快 快 小妹 我知道你对我好 我要是回不来 照顾好我娘 好 我也会 好 我也会 我都能不回来 让让让让让让让 我还不见了 好笑 这什么事啊 这什么事啊 我以为什么呢 什么啊 小弟大哥 上面写的什么意思啊 那这个事啊 这什么啊 总之我们要找的人 不是你 你就不用问了 二弟 不可无礼 难道你忘记 爹曾经交代过 很多能人意识 都躲在这市井之中 等待机会才会出现呢 那好吧 你告诉他好了 这位大姐 事情是这样的 我娘怀胎已经三年零六个月了 但是一直生不出来 所以才想请能人意识 来替我娘接生的 就是要找接生的人啊 对 那有没有赏钱哪 我们那个赏钱还不少的 不少 不少的意思就是 那就是狠狠的意思了 太好了 这位发财了 我跟你讲 我相公啊 他就是顶顶有名的 那个很厉害的那个大人物 三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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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怎么那么不听话 又跑出来乱撞 不好意思啊 我三国他是个疯子 给你拿点钱麻烦了 不好意思啊 你说谁是疯子的 你干嘛说我是疯子 我看你才像个疯子的 我告诉你这笔价 你给我记着 我回去一定会跟师父说的 师母 不管你回去怎么报复我 咱们还是赶快先走吧 好 快走吧 我不走 快走吧 我就不走 快走 我就我不走 你们在这里做什么 要打到一边去 别在这里碍事 我们在这儿怎么能算是碍事呢 你又不撕告示 在这里做什么 走走走走 快走啊 就是啊 好 我马上就走 原来要撕告示才算可以 那我现在来撕告示了 不能撕 我偏要撕 不能撕 我偏要撕 不能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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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救我撕 不能撕 不能撕 你不能撕 我撕 你撕 我撕 你来撕 你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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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管啊 这儿 现在告示已经撕了 那怎么办呢 师母啊 您可知道 私下告示 就得给人家去看病 如果看不好病 就会被杀头发